打开1968年时空胶囊来趟跨时空旅行 今年9月 一枚1968年的时空胶囊将被打开 这颗时空胶囊 放置于德州的亥石柱纪念碑至今已50年 亥石柱纪念碑是座六层楼高的不锈钢建筑 当初是为了纪念发现亥气100周年而建造的 根据Atlas Obscura报道 这座纪念碑有四个倾斜的时空胶囊柱子 留有书籍文物和文件 好让后代了解1968年的生活样貌 每个柱子都被注入亥气 好保护易碎文件和其他物品不会变质 每个胶囊被安排在不同时段打开 第一个是在25年后 也就是1993年打开的 其余的将在50、100年和1000年之后打开 根据报道了解 纪念碑设立的用意 是要提醒后代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别忘了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